菌酸的重點 法醫這邊有做解剖 其中一個解剖的檢體 在協議裡面 我們有驗出米酵菌酸 解剖商業最近發現 守民司這協議中 檢出罕見的米酵菌酸 這也是台灣首次檢出 這項毒素 我們國內有一個醫院 還有這些所謂的標準品 他就趕快提供給我們 那我們就給法醫研究所 台大法醫所這邊 他就開始做檢驗 那在醫院住院的檢體 我們也會拿起來驗 說兩名死者都要檢驗 其餘住院患者 也都會一併驗 同步驗的還有 果條食材供應商 以及保齡茶室環境 取樣的檢體 食藥署也緊急合成培養品 等兩週以上 看看問題出在哪 目前包括台大法醫研究所 北榮毒物中心 都已經訂購了標準檢驗品 預計下週一會到貨 可以做大規模檢驗 這不是最後結果 最後結果 還是經由檢察官的綜合判斷 那我們再來做一併的發布 機關署強調最終結果 還是需要檢察官綜合判斷 檢房已經開始偵辦 未來也會持續驗檢體 保齡茶室發生食物中毒案件 累積至今共19案通報 造成兩死 五人住在家戶病房 十一人已經返家休養 保齡案風波延燒 案例數更是不斷浮動 機關署每天都將統一公佈 最新個案會診 就怕案例數不會再上修